大家好 首先關注國際消息 是美國總統拜登今天80歲生日 他的夫人吉爾在Twitter上面分享照片 可見拜登他在孫兒女的陪伴下 心情看似非常好 準備吹蠟燭 吉爾寫下這是充滿愛的完美的一次的生日 還有拜登最喜歡的椰子口味的蛋糕 另外吉爾他也給兩人的愛情一個版面 他們放上他們共舞的照片 寫下祝福拜登的鐵命文字 那麼儘管拜登現在已經80歲了 但是他依舊擁有足球夢 而且不敢幽默個性 隨著世界盃的開打 拜登也親自提前是打給 即將在22號凌晨要上場的美國隊 替他們來打氣 但是沒想到第一句話 拜登就幽默地引用美國老哥的台詞 教練 讓我上場 我準備好了 瞬間緩和球員們緊張的氣氛 逗得大家傳來一陣笑聲 教練 足球隊 我準備好玩 你們知道你們 你們是下屬 但我告訴你 你們有幾個最好的球員 在世界上的隊伍 你們在這國家 我認識你會把你的心打開 所以我們去嚇唬他們 你繼續信任其他人 美國隊將在22號凌晨3點對上睽違64年 重返世界盃的紅龍軍團威爾斯 外界期待B組脫穎而出 不過美國隊在B組小組賽中 其實場場都是硬仗 因為除了威爾斯以外 英格蘭可以說是本屆的奪冠大熱門 而最後一支要碰頭的伊朗隊 兩國更被稱為是世仇 因為美國在伊朗研發核武 對這個事情一直對伊朗祭出制裁 因此在球場上更成為針鋒相對的兩國對手 那麼世界盃在台灣時間21號凌晨開梯 每支隊伍都卯足全力 共同的目標就是要奪冠 而這一次的金主更打破了以往的紀錄 獎金賽事總金額是高達4.4億美元 折合台幣137億 各國代表隊如果打進分區小組賽 就能夠獲得900萬美元 折合台幣是2.8億元的獎金 而重頭戲總冠軍則有4200萬美元 等同於台幣13億 相較於2018年的總冠軍的獎金呢 這一次是足足高出了400萬美元 那麼卡達耗資將近2300億美元 打造一個最貴的體育場 開幕式也投入上百萬的英鎊 就是要讓世界的目光全部都聚焦在足球 不過呢 因為在開幕之前 卡達世界盃他們已經被蒙上了 有關人權爭議的陰影 包括苛刻對待外籍勞工 上千名移工因為公安意外死亡 還有卡達球隊傳出收賄的醜聞等 導致許多的西方國家因此反釋足 英國《衛報》報導 英國主流媒體BBC 他們在開幕的時候 就完全忽略了儀式直接批評卡達對待移工的待遇 強調國際足球總會的腐敗 並檢討卡達對同性戀的禁令 那各種聲音下呢 讓不少藝人直接表態就不出席了 包括杜瓦 黎波跟夏奇拉等人 都拒絕擔任世足開幕的表演嘉賓 而本屆開幕的演出歌手 是來自哥倫比亞的馬魯馬 最近呢 他受訪的時候被主持人問到 對於卡達糟糕的人權問題 有沒有疑慮的時候 馬魯馬他表示呢 他只是來享受生活 還有派對跟足球的 但是沒想到主持人 他卻繼續追問 這樣是不是在為卡達政府來洗白 馬魯馬他立刻露出不悅的表情 並在確認不一定要回答問題之後 氣到直接走人 場面相當尷尬 我必須問你 Shakira和DuaLipa 都拒絕了在這次世界 因為卡達的壞記錄 關於法律人的壞壞 當然人們想說 馬魯馬你不覺得 你沒有問題 和法律人的壞壞在這個國家嗎 yeah but it's something that i can't resolve i just came here to enjoy life enjoy soccer the party of soccer is not it's not actually something that i have to be involved with i'm here enjoying my music and beautiful life playing soccer too but you can you understand just people who gonna say that by the by the very presence of you here you're developing whitewashing whitewashing do i have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不,我只是問人們會問 你不做的 什麼問題? 你很蠻 我蠻蠻? 為什麼我蠻蠻蠻? 我認為這就是人們說的 這就是人們認為 儘管在爭議中開幕 但是卡達世界盃當天依舊找來 男團BTS其中的一位成員 登台演唱世界盃的主題曲目 瞬間炒熱全場氣氛 而今年世俗可能上演 最後一舞的兩大傳奇球星 C羅和梅西他們在兩大牌的合作之下 在賽前同框讓粉絲大喊最美畫面 熱血打擊月中 2022卡達世界盃足球賽正式開幕 全世界32個參賽國的球衣正跑 像是照了放大燈變成巨型版 在場中穿梭來去 藉著全神紅的舞者大聚登場 回顧歷屆士族賽經典族曲 另一個高潮則是南韓天團 BTS防彈少年團成員救國 帥氣登場 一身黑色金裝 救國這回單槍匹馬 站上卡達世界盃舞台 先大秀舞技 再和卡達當地歌手合體 演唱世界盃官方主題曲 壓軸出場的則是本屆士族賽 吉祥物拉伊普 造型就是個會飛的阿拉伯頭巾 大大眼睛身體隨風飄揚 雖然之前曾被吐槽像混沌皮 但也有不少人覺得可愛度破表 而卡達士族盃雖然爭議不對 營收卻尚看台幣2337億 兩位超級足球明星 梅西和希羅 更在賽前夢無無狂 LV官方貼出兩大足球天王 靠在皮箱旁下棋的宣傳照 兩人帥度互不相讓 但原來這照片真的是批的 梅西和希羅其實沒有面對面合照 而是先各拍各地再合在一起 但儘管如此已讓粉絲沸騰 更加期待兩人在市族被場上的 最後一屋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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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維持